第六个问题,他说弟子观山西小院有感,而发行松地藏经一步 刚念毕地军时,母亲就在洗手间不慎摔伤 请问是弟子业障导致的吗?我该如何保持令心不退转? 你的心坚定,不退转就对了 如果退转了,你就错了 那母亲摔伤了,这就是你退转的语言 这个语言的时候叫魔障,魔障业障行情 如果你不退转,这个语言是个善意 等于说他来考验,你的心很坚定,心很亲近 照顾母亲,绝不退转 所以退跟不退都是你那个意念之间,拘于迷 一念迷了,就退了,一念绝了,你就提升了 这种情形在修学道路上会常常发生 重要的这些阶段,往往境界呈现的很复杂 你都要有能力去克服 这些阶段是很远�Chrin mobile WR20 谢谢观看